大家好欢迎回到我出自我生活和商业方式 我是声音 今天再次来一个新的话题 让你和真心联合在一起 我现在正在Vermont 然后呢我打算做一个视频 让你和高我联合在一起 特别是当你在悲伤的情景下 或者是没有办法回到当下的时候 怎么利用高我让你回到当下 因为如果你不能一直回到当下的时候呢 你除了做很多冥想 或者除了意识中有一个意念 说我想要回到当下之外 你也可以请求高我的帮助 让你回到当下 那我今天就解决三种不同的方式 让你怎么呼叫高我的能量 呼叫高我的饰演 然后怎么让它带入自己的身心 然后呢回到当下 那第一点呢就是要直觉 直觉说现在其实你不在当下 要不然就在胡思乱想 要不然就在想过去的事情 或者也在想以后的事情 如果你在想过去的事情 你可能就在徘徊以前什么什么事情 发生或者是今天现在这个地点 这个时间的之前在发生的事情 那这个会引起很多不太称上顺畅的一些事情 或者是你会引起过多或者是多余的思考 然后呢 当然呢如果你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很有效的方式 或者是你当然需要把事情在一个完整的 container里面看清楚 但是呢你不需要重复的思考一些事情 所以如果你发现你在一个这种循环中的这种 这个步骤 或者是一直在循环中的思考时 那你就要跳出那个循环回到当下 如果你一直在担心以后的事情 或者是将会发生 或者是恐惧 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的话 那你的注意力其实放着是在未来 然后这个会造成很多的着急 很多的没有力的一些紧张 然后当你感觉到你一直在担心未来的事情的话 你也不在当下 只有在当下的时候才能感觉到事实 所以你要直觉你在未来呢 你现在在当下 还是你在烦恼过去 或者是一直在回想一些以前的事情 所以当你在不同时间点的时候 回到当下 第一个是直觉 第二个呢 是当你发现你一直回到当下 但是会一直跑到未来或者是过去 或者是你一直会继续不在 注意你面前的事情的时候呢 就要开始在当下呼吸 深呼吸 做冥想 然后呢 看到周围的视眼 或者是事情的颜色 听从大家 聆听人家的讲话声音 或者是你也可以把注意力放回你的呼吸 所以这种是可以回到当下的一些非常好的方式 但怎么能够叫做高我 让他帮助呢 那这就是你在当下时 闭着眼睛 然后呢 连接高我 想象高我的能量 进入高我 进入自己 然后让他通过你 让你全部的身心宁静下来 然后呢 让他的能量进入你的身体里 那第三点呢 就是通过这个呼吸的方式 让高我进入身体 想象你吸气的时候 是连接高我 吐气的时候 让高我放大 然后第三点呢 就是张开眼睛之后 还同时吸气吐气 迎接所有高我的能量 进入现在的身体 让现在的身体 通过有高我的能量 帮助回到当下 所以这三点就是 你怎么能够在迅速的时间内 连接高我 让高我从你现在的眼睛中 探讨出来 然后你越多的呼吸 越多的练习 就越能够把握这一点 那这就是三点 怎么让你从 什么时候都能回到当下 连接高我 然后深呼吸 我这边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冥想 能够让你 连接高我 所以你可以继续的 收看和跟从一些 冥想让你继续训练 和高我连在一起 如果你能够 跟高我连在一起的时候 你能够更快乐 更放开 更放心 然后呢 你的生活中 也会感觉到 更多的顺畅 而且 在面对措施的时候 也会更冷静 而且更不觉得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 什么事情都能够 找到解决的方式 然后呢 每一刻都是一个 能够更快乐的机会 好 你喜欢的话 赶快点声like 然后subscribe 看收看更多 关于关于高我的 还有活出自我的题目 当然呢 我们也有很多很多 其他的 很juicy的一些话题 想要跟你们分享 下次再见 现在正在滑雪场 谢谢大家